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晕霄 眼前建筑瞬间遭火焰吞噬 黎巴嫩南部城镇周二又遭到以色列飞弹命中 居民惊慌窜逃 以色列发动自2006年以来最致命攻击 不过以色列军方表示 这波攻击并非针对黎巴嫩百姓 而是攻打1600个真主导目标 包含火箭弹发射器 就怕被卷入战火 黎巴嫩南部成千上万个家庭 西家带卷塞爆马路赶紧逃命 只是随着冲突升温 以色列宣布全国进入一星期的紧急状态 在这七天内政府能够实施各种限制 包含禁止机会 而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 美国担忧局势失控 开始调派军队赶赴中东 对于派哪一种部队去中东 美国五角大厦首口如瓶 不过强调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已经在附近待命 注意应对各种紧急状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